全国两会3月4号起在北京召开 今年台湾省代表团共有13位人大代表出席 他们分别来自科技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和经济界 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蔡培徽受访时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定海神针 也是台海安全和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石 第二届任职的人大代表蔡培徽 3号晚在驻地受访时 谈及近期发生的214恶性撞传事件 他表示下街海域的撞传事件 是民进党个别人以美谋独 以外谋独 故意制造的破坏行为不会得逞 两岸交流不应受到影响 各中国是定海神针 也是发展两岸的一种基石 台海安全的一种基石 目前我认为融合发展才能安全 促进统一才能安全 所以说我们希望台湾同胞能够明智 看枪行事 背靠祖国大陆才有发展的前景 台海才会安全 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 2023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 2024年2月 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再次提及 要扩大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对此 蔡北辉说 福建和台湾语言相通 文源相近 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区 福建生态好 经济好 也是作为台湾同胞的台企的第一站式的家园 这个台湾同胞到福建来 投资来发展 来相跃 是一种方向 在厦门我们也给他准备要搞一个 融合式的产业基地 就是台湾的米食 台湾的产品能够进入大陆 特别是农林 农林产业 对台湾的民生 是有助于台湾的民生的发展